- 晚安啦 要放聖誕節音樂嗎 還蠻好笑的 今天明明就是 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寒冷的夜晚平息 您的焦慮 輕鬆的音樂 反正可以 好切的音樂 身體有沒有怎樣 倒是還好 謝謝帶你去流浪 謝謝阿正 我看到熊毛大合影欸 超喜歡 謝謝 真的 我真的看了以後 心情好很多 就是 就是 看到大家拿著我的應援扇 其實我自己還沒有看過我的應援扇啦 就是 聽說我的牙套沒有被修掉是不是 不過沒有關係 那就當作就是為我的牙套做一個最後紀念好不好 可是看到那熊毛影片真的是很感動 因為這個是我之前一直就 很期待可以看到的東西 不好意思我可以拆一下維持器嗎 不然我講話真的是有點 阿大 OK我拿掉 不然我講話真的是很 很寒乳蛋 你看 我現在聲音是有一點點 就是 感冒的感覺 可是就是 我的症狀已經好很多 等一下再講 就是 先謝謝就是熊毛影片 謝謝大家 我今天也穿了 就是 我的生日T1 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穿什麼 所以我剛剛就換了生日T1直播 首先就是很謝謝熊毛們就是今天去看公演 那盡管我今天沒有辦法出場 然後大家還是幫我拍了一個很棒的影片 謝謝 真的看到了很開心 然後 也覺得很窩心 就是大家祝我早日康復 我會的 我會努力早日康復 今天其實身體狀況算是還不錯 沒有牙套應援扇 我可是不多買幾吧 那還是把牙套裝回去好了 我的那個維持器太明顯 那個輔助器太明顯了 火爆 我剛剛博王那影片裡面一直比愛心 為了牙套 買 買買買 而且這次的應援扇 其實我看過圖片 覺得感覺還蠻好看的啊 嗯 我的水去哪了 我的水咧 欸 奇怪 我的水 在那 坐我一下 多喝水 應該說我昨天的症狀應該是比較 特別嚴重的一天 就是我確診的這幾天其實一直都沒有什麼不舒服 然後是到昨天的時候 比較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的感覺比較明顯一點 就是昨天 也沒有到發燒 就是我量最高好像37.2 就是也沒有多燒 可是就是 因為我體溫蠻低的 然後 平常都是35度左右 然後就是突然跑到37.2 應該也算是上升蠻多的 然後 就有點點就是 小熱啊 然後小頭暈 然後我就躺著休息 可是我都沒有開冷氣 因為 我想要多流汗 聽說就是多流汗的話 好像可以趕快好對不對 還有就是 多喝水 然後前幾天比較明顯的應該就是 喉嚨比較乾嗎 就是有一種 八百年沒喝水的感覺 就是喉嚨有一種 乾燥感 然後今天就是 有點 就是喉嚨還是有點不舒服 有點卡痰嗎 就是有點 要一直咳嗽這樣 然後 小鼻塞 就是今天起來的時候 一點點發燒的感覺都沒有 就覺得 很棒 感覺應該算是好蠻多的 就是不會像昨天就是比較沒有 比較疲勞一點的感覺 相信明後天 搞不好 有機會 到一線女星 我不知道我今天還有 我今天快點塞出來 還是兩條線 因為我覺得其實也不意外 因為我畢竟我現在還是 有點小症狀在 可是我相信很快 很快的 欸我的口紅呢 謝謝告白氣窮 到這裡 要趕快 我跟面面都要趕快一起 退到一線女星 主要是我自己沒有辦法接受就是 我自己不太能接受就是 關在家裡太久 所以就是我很怕就是 七天之後就是還要繼續關在家裡 其實真的是蠻痛苦的 就希望可以越早出去越好 所以想要趕快 轉音 有沒有一直玩遊戲 有啊 可是昨天真的是 昨天頭有點暈 然後 就沒有什麼心情玩遊戲 就是昨天很無聊 還是有開遊戲玩 可是 就是很無聊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頭有點暈所以就 沒有什麼力氣玩遊戲 就一直躺在床上 滑手機 然後 就是看有誰可以聊天 就跟誰聊天這樣 我也打給柴姐 跟 就是我打給MiniPhone 然後跟他們聊一下天 然後 就閒聊幾句這樣 現在不是七天後就算二線也是可以說嗎 喔 有這種事嗎 我是不知道耶 我以為 七天後還是要轉音才可以出門 我之前好像是有查過說 就是 七天後的陽性好像就沒有什麼 傳染力是不是 真的嗎 那 我其實就不用太擔心啊 那我不用快篩啊 我就好好關完 我就可以出門了 那我其實也不需要快篩了 對吧 好耶 月底開始七天後就能夠出門 月底開始 月底開始是指 是指 11月底嗎 還是10月底 月底 肉飯怎麼了 我一直以為 我只有看到就是 我記得就是 14號開始確診的人 好像只要居隔5天而已 就是我 我好像看到的新聞是這樣子 柏友安 哈囉 謝謝你的一封信 我忘了爆料 什麼 我正在看爆料 第三波 第三波橄欖草就不好 欸對 其實也是 因為畢竟我還是 要跟很多成人 就是相處在一起 還是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但是我可能至少我可以出去就是騎車這樣子 就是我可能確診 七天 結束可以出門騎個車這樣子 就是不要接觸任何人 可是我至少可以踏出家門去 吸一下外面的空氣 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要瘋了 我最近看每天都是好炎熱的一天 可是我都不能夠出去玩 就是我確診前 瘋狂的在下雨 然後現在好不容易就是恢復了好炎熱的一天 可是 我就都不能夠出去享受這好炎熱的一天 有巴烤的味道 我猜衣夢 為什麼要衣夢 衣抹肉飯 怎麼了 什麼好炎熱 什麼 就是 so hot 好炎熱的一天 C月了還是好炎熱 對啊 我之前記得就是去年12月也是很炎熱 就是我記得去年12月25號是 我人生度過一個最炎熱的一個聖誕節 就是那時候是聖 明明是聖誕節 可是台灣的氣溫卻 還是跟夏天一樣熱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哇 八卦 國寶我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們啊 欸那就是我看到你們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那時候當下就是覺得 我好想大家喔 就是 好想見大家 就是想到大家在台下打call的那個畫面 我就很想要上台 讓我上 等一下就是我今天的狀況 真的是完全可以跳舞的 我今天還在家裡玩just dance 因為我想要流汗 就趕快把病好起來 然後我就 瘋狂的在跳just dance 可是 我覺得也可以跳過 我真的可以跳 現在不是我確診 我真的可以跳 真的 唉 實際畫面 不要難過啦 我們下次就見面了 下個月 至少 就是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有個好 往好處想 就是至少 接下來12月1月跟 2月的 12月1月的公演跟 2月的4週年 我應該都不會再確診了吧 就是12月 然後1月的千秋樂 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如果千秋樂 如果確診我更會EMO吧 就是 這兩場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場表演 雖然就是施雅離隊以後的第一場reset 對我來說也是蠻有意義的一場 而且我又跟大家那麼久沒見面 唉 可是4週年 跟後面幾場reset 如果也沒有參加到 我真的我也會很難過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大家 我們可以往好處想 就是 至少我 而且至少就是我下個月 我們學校畢業 畢業製作那個公演 我至少不會再確診了 然後我跟同學說 我跟那個 就是畢製的同學說 我確診了 然後我第一個想到的SING就是 啊 下個月 主角不會確診 太好了 這樣就不會有危險了 請試一下 待一 一開始真的有這個想法 最喜歡的歌 看不到最喜歡的人 Emo 好可愛 自己抱自己料 是說奇蹟嗎還是 是 西亞今天是代一staff之間 西亞會來 也是因為 我們以為會有好事發生 但實際上沒有 被耍了 被耍了 yes 奇蹟 我也想趕快跳奇蹟啊 我會來 確診的時候 確診前一個禮拜 我就已經又跟Mina他們練了一次 然後結果 竟然最後是不能上場 就覺得很對不起 李嘉莉他們那幾個 就是他們那幾個 就是很臨時被叫去代議 你知道嗎 我還一個一個傳訊 你說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 我就覺得我明明就是 最害怕這種緊急狀況出現的人 結果我記得自己造成這種緊急狀況 在後台幫忙換衣服 小黑黑 小黑黑 他有獨立做部門 對啊 欸我也是 欸可是是李嘉莉代議我吧 我記得 如何 欸那我的聲音還在嗎 還是就變成他 就是他直接開麥了 我們應該 這次代議的人應該超多 就是我們有三個Sakura 跟三個Belfort 全開麥 哇不會是李嘉莉 今天都有開麥 真的嗎 所以今天是連電影都沒有嗎 好期待喔 反正他只有六個人 真的 欸這很好笑 就是本來只有七個人 你知道嗎 然後又少了我 就完全 完全沒有了 我 在那裡 麗子 應該也沒跳過 那個位置吧 那一大段SoloPa 真的可以讓他好好表現一波 他幾個月前真的這樣說過 蘇醒 這麥克風不就是拿來開用的嗎 對啊 麥克風不就是拿來開用的嗎 麥克風拿了不開 那就不要拿麥克風了 可是就是我電影被抽掉 所以我就可能靈魂參與了 沒有 每一場都有意外驚喜 欸我們這組有嗎 Daisy有意外驚喜嗎 丟彩帶變成丟麥克風 會往觀眾洗丟嗎 不行一支麥克風很貴的 有沒有好一點 有啊好很多 就只是剩喉嚨聲音怪怪的 蘇醒 今年非常火大陸的時候 當年參加快樂男生是全開麥直播 但是沒錯啊 該唱歌 我們的驚喜就是沒有驚喜 我合照好舉播樂的觀善 好我期待看合照 欸合照該不會就是只有 只有就是六個人吧 這樣也蠻好笑的 好白癌我也是其中一人的 最虧的就是我的吧 我這次好不容易 我這次練了兩個月 練新位置練了兩個月 然後結果 竟然沒有上台 還有連車馬費都沒有 太氣了 最虧就是我吧 最虧就是我吧 練了兩個月結果連車馬費都沒有 結果連車馬費都沒有 所以換著小弟講 結果他們竟然通通講我壞話 太過分了 我真的已經很努力在彰顯我的 我的 我的親近感 我覺得是因為 小童 小童不在MC舞台上 所以他沒有辦法幫我說話 如果是小童 他一定會說我是很好接近的人 那怕狠狠 太過分了 到底多狠 怎麼說我們撥寶 我就說了 每個人對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這樣子 就是大家都說了我 聲音很低音 看起來很兇 就覺得 我很難接近 威樂跟小童好 一定不是我自以為啊 我是真的很關心他的 雖然我們可愛的三七生 我那時候 有關切他的學業狀況 就聊天啊 然後就是 他有什麼問題 盡量回答他 逸琳 我也有 真的啦 我有問他 要不要來跟我一起練舞 不會 就知道就是小提可能一開始也會覺得說 喔 逸琳說美女都比較難接近 真的假的 哈哈 雖然他會講話 他很厲害 他是不是 很會講話的那種 不愧是我 沒事 好貼喔 博報 怎麼救我的刺卡 不會 其實我一開始 本來想要問他們兩個比較困難的問題 我問他們說 就是你們要不要講說 就是 喔 逸琳是說夢夢 好 隨便 反正我一開始就問他們說 呃 就是 你們要不要講說 就是你們覺得看起來最好接近的前輩 跟看起來最不好接近的前輩 然後我就說 啊 這 就是如果說 叫你們說 覺得最不好接近的前輩 你們會不會覺得有點壓力 這樣子 他們就說 然後逸琳那時候就回頭說 應該比較難講 因為 我覺得TP的前輩 大家都很好 我就說 那沒關係 那你們就講就是 覺得比較好接近的前輩就好 然後 我就講 我就說 那我就叫翁翁講 比較不好接近的那個 就這樣翁翁就扮黑臉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結果最後他們竟然 四個都給我在台上談 誰最不好接近是怎樣 超好笑 對 什麼意思 官槍林 沒有 他不是官槍 他是真心的吧 應該吧 小騎 李仙體伯樂的 近視我bro 出賣我 但我真的跟小迪算是 就是從一開始是那種 很不熟 我以為我就是 跟這個人會八竿打不著 你知道嗎 就是會覺得說 我真的是完全就是沒有任何共同點 除了都是1999年出生以外 真的是沒有什麼共同點 然後也沒什麼共同話題 也沒什麼 常 聊天的機會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有一段時間 突然就越來越 越來越 越來越close 然後大家就突然 突然就跟他很聊的來 現在是國家隊隊隊友 現在是國家隊隊友 對啊 非常的感動 因為樂團嗎 也有可能 其實也有可能是因為樂團 因為樂團真的是跟 其他四個人就是變得比較接近 一開始也是跟挺力超不熟的 就會覺得說 好安靜的人 然後 到了樂團 也是覺得很安靜 又很有禮貌 然後後來有時候他就是會 比如說他就是說 美麗溫柔前輩 然後他可能下一句就是會 很 就是會是那種小毒蛇的話 然後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很有趣這樣 其實就是因為樂團 發現你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我也覺得小迪很有趣 就是我一直以為小迪就是那種 比較 個性比較普通嘛 就是可能就是啊 乖乖的 然後就是 嗯 就是 對大家都好生好氣這樣 然後就 其實他事實上也是這樣子的人沒錯 可是他是有更多反差的意味啊 就表示他很有 比如說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 他很有勇氣這樣子 就是 然後也覺得就是 閒地機偏瘋 所以就是覺得好好玩的人喔 後來就玩起來了 其實 阿力的 電影要上映了 我也很想趕快去看 等我痊癒了 我一定會一起去看的 以上映啊 但是我不能去看啊 我確診 可以先聽他的歌 好像不錯 阿呦真的是太無聊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開直播 保證會 無聊之思 就是 而且就是 老其實這次的 這次的公演本來真的很多很多 很多不一樣的地方想要給大家看 所以我覺得好可惜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把驚喜留到12月這樣 我本來想要體驗看 就是極少人數的搬家了 只能留在 只能把這個 只能把這個留在練習了 因為真的很好笑 那時候發現就是 只有7個人跳搬家的時候 真的覺得就是很荒唐 你知道嗎 12月可以做大事吧 12月一定要做大事 大家要期待我回歸公演 還有好久喔 大家一定要怒吼 大家一定要怒吼 對阿 而且是不是有些人 就是這次抽的位置其實還不錯 然後結果我竟然沒到 太瞎了啦 你知道我那時候 發現我確診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就是 天啊這什麼人生啊 就是我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這一周是我 最黑暗的一周 薄肉飯有哭哭喔 不要哭哭 我原本很歐12 我也想大家 前四首就哭哭了 前四首的歌完全不是一個可以哭哭的歌啊 然後你就在下面 這樣子嗎 太難過了吧 不要哭 我下次就回來了 唉 我真的不想要確診 確診真的是沒有任何好處耶 他們如果確診就可以賺到假期啦 可是我就想過正常的生活了耶 嗚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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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摸摸 可以做你的女友嗎? 我的女友我在台上 太sad了 出炒麵可,鮑魚 煮,最好吃,最好吃的 骨頭 蒸泡 Cock 炸麵 从香港读到物美的心理是不简单 知道我是 没有吼了,直接被呜呜呜呜 我很抱歉,抱歉大家我们下次见啦 真希望可以添降一个活动给我 最近也没什么节日齁 太难过了 什么快想活动之类的,出去发糖果 让我出去发糖果,不仅12月圣诞节就已经过那个 一旦成快想表演 让我去什么,我突然抱说 11月25号柏林要去跟其他成人一起去西门町发糖果 给我个发糖果活动也好,拜托 怎么会有一个偶像做偶像的话三个月没有舞台啊 太荒唐了 太衰了我 我觉得偶像最需要的就是舞台,没有舞台怎么当偶像 感恩节舞台,感恩节发糖果感谢粉丝 没有啦 除了这礼拜是我的错没错,还有其他就是没有上选拔的错 不然就没有工作啊 太sad了 的确就是 没有上选拔 可是很多初选拔跟研究生上选拔是一件好事情 对我来说就是我会觉得换个角度想 虽然我被踢下选拔 但就是有很多人多了升格的机会 就是要让人家觉得说 好吧就是我好像就是可以释怀这件事情 可是发现自己没就是工作因为这样大幅减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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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然后就会觉得就是 就是会觉得做好像做到一点心累啊 就是会觉得说一定要上学吧 上学吧工作还不是都 这是没错 可是至少就还是有点机会 可是 我爸以为 很快升格的日子就会到来的 他还好可怜喔 我真的觉得 唉 太惨了 我爸还以为我今天躺在家里会听到好消息 我还我还密那个李嘉莉说 因为李嘉莉不是代位吗 我就密李嘉莉说 安口了没啊 我说快点 要安口了没 然后 就是我想说李嘉莉怎么不回我讯息 然后 我想他应该跳完那个 他跳完那个白痴情也就没事吧 然后结果李嘉莉后来就默默回我几个字 他就跟我说 李菜姐没有升格 然后我就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还发十个问号这样子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都很棒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棒 就是我觉得 一起升所有人都 该升格 所以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也不会是海安不够好吧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啊 那谁升 没有啊 Daisy没有人升格 我觉得 就是一定会很难过 就是 就是 你们想想看吧 就是 就是 礼拜六 两组都升格 就是礼拜六 肉肉升格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那 晚上Sakura一定也会有人升格啊 就是一定会 就是这种感觉吧 然后 结果Sakura布丁也升格 那大家不是都很开心 不过为什么我就是 不把这个快乐延续到最后呢 就是又一个 让众人傻眼又难过的方式结尾 就是 好炎热的一天啊 小迪 是不是有一件消息要说 哦没有 太尴尬了吧 真的一次只想升两个人 那为什么 那那个IG排版 IG排版应该就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升两个人的话 那IG排版应该就是 先放肉肉的照片 中间可能放一张图 然后再放布丁的照片 怎么会是 第一碗就直接放了那两个人的图 然后第三天就这样空在那里 我觉得小编现在已经想不到第三张图 要放什么 大家都觉得一定会升格啊 然后 我觉得既然如果没有要升格的话 为什么就不 在开眼前 就先跟他们说 没有信要宣布呢 就是 唉 真的是让我就是整个就是 What 还好我没在现场欸 不知道我可能会失言 你们应该庆幸我确诊 可能是老天的天意 要我确诊在家 我可能是傻眼自己 大家都傻眼啊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傻眼 我觉得成员都很傻眼 老天先把事故仔都关起来 欸那李梦辰怎么没有确诊 因为 太 sad了 海涵就哭了 哈 真的假的 我真的不在现场 我真的废话 我说我不在现场 不然我真的会很难过 对啊海军三大将 少我一个 海涵抱哭心疼 啊 太难过了吧 海涵哭得好惨 海涵哭得好惨 不是啊正是因为我确诊的时间太晚了 所以才更应该取消 不是吧 因为这样大家跟我来不及练习 我现在是知道海涵跟其他人去吃饭 所以应该有人在安慰他了吧 咬咪好言咬咪 唉 真的谢谢 我只是觉得就是 为什么要让成人在台上 这么难过呢 你不能说是海涵自以为啊 因为的确 任何人在今天是他的立场 任何人都会觉得 那个人会是自己啊 我觉得今天不管换作是谁 大家都会觉得 就一定都会觉得今天 自己可能可以升个 而且就是 你看每一组都有这样子快乐的画面 然后 就只有我们自己这一组没有 就是 唉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真的是谢谢你耶 谢谢伟大决策 对啊 我就觉得就是好坏哦 怎么可以这样好坏 因为你想想看就是 今天这六个人里面 一起研究生 就剩下海涵一个啊 所以升格 讲这个海涵又是六单 六单选吧 就是大家又会觉得说 就是一定就是海涵 唉 这 唉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五眼 新公演的宣布房间 嗯?有要公布新公演吗? 所以已经公布了吗? 所以已经公布了吗? 气到黑拳 我也是 打出 把我的黑带二段 拿出来 已经被爆雷咯 谁? 是谁? 讲官自己讲出口了 好吧 不意外 他自己资宝 我不知道 还是他们其实也要讲之后 我不知道他们也要讲 因为毕竟我昨天也不在场 咳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生病 那另一个就剩洁星啊 可是 那难不成他又生的是洁星吗? 奇怪 那下次公演回去见真章 最好就两个都给我生 今天该出来的 你已经有时候可以讲了吗? 所以他自己已经讲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谈这件事情了 我们的性公演就是 跟我全身 希望四周年来个重磅消息 全员升格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跳 就是机会的顺序这样 不然这首歌真的是 有时候歌词就是有点讽刺你知道吗 就是由我们这个团来唱的话 那全是降临的顺序 也怀疑接着就是你 你不能觉得这首歌真的是 有点讽刺吗 超好笑 就是你谁 最快乐的曲子 最伤人的歌词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别欢迎接着就是你 其实早就爆雷了嘛 会变得很难抽到 是是是是 尽管再这么一百涂底 下一次会翻盘银的胜利 只要 我就送给好言乐的一天这首歌吧 那全是降临的顺序 别怀疑接着就是你 尽管再这么一百涂底 下一次会 还翻盘银的胜利 只要绝不轻易放弃 梦想成真早已决定 总奋不顾身拼命的你 所付出的努力 都将已受到回应 不知道什么时候哈 POP ASIA FESTIVAL FESTIVAL VEGETABLE TP的副标题就是手牵手 会唱中立新北市吧 KIMI NI 九六星八星 泰犬大会怎么只办一届 因为公司 没有心力去举办别的东西吧 我不知道 因为你看 运动会不是也只有一届吗 我觉得就是 不知道就是直至明年 我们到底还会有任何就是那种大型活动 你知道吗 那是什么酷哥 还有参加运动会 运动会 这是我参加过最好笑的游戏 格外讽刺 哈可是我自己预测的是这样子耶 我预测的是如下 你懂吗 就是 我预测的是 这次的公演就是 肉肉 布丁 海涵升格 升格完以后12月 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 可能12月就没事 然后1月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有事 因为1月光是就是前秋乐这三个字 就已经就是 贯穿这整个公演的标题了这样子 然后4周年就是 可能 瑞婷跟子萱升格 or就是再加几个人之类的吗 大家都问有钱办大型活动吗 有钱办大型活动呢 但是 剧本就写好了 不会生多人的 再不生 真的是要 难产欸 好言 我觉得本来就没有什么 什么上悬拔几次 才可以升格的标准在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就是 这个标准很不合理 就是 串底 就是 就是上兩次選拔的確就是像那種保底 就是既然營運都選你兩次選拔 其實他對你來 你對營運來 營運 突然就是不知道講什麼中文 就是你對營運來說一定是有一定的認可 就是 營運對於你一定是有一定的認可 才會讓你接兩次選拔吧 所以本身他應該就已經 有達到就是營運想升格你的那個好感度 這樣 所以 一年 一年一單 對就是 可是上過一單然後上選拔的人也不是沒有啊 可是就是 我覺得就是契機很重要 就是那個時候 武丹可能營運跟一家上選拔一次就升格 就可能 布丁跟瑞婷還有肉肉就是沒有那麼新運動嘛 就是可能那時候決定政策跟那時候沒有遇到任何大型活動 所以就沒有場合給他們宣布升格 也不能這樣說 就是那時候其實瑞婷跟布丁也比較衰一點 就是他卡到就是還有我們四個 就是我跟某某還有 麻油跟阿盤就是我們四個那時候上兩次選拔勝格 可是升四個對公司來說可能OK 可是可能升六個公司可能就不知道負擔不起還是怎樣 然後 所以他們可能就只能等到下一次 可是下一次換了新的老闆以後 老闆有沒有選他們上選拔 所以他們五單就蹲了一下 到現在六單才上選拔 我覺得就真的就是一個運氣很差的一個例子 就是不然我覺得如果他們時間點如果卡對了 他們應該很早都可以升格 我也覺得說其實也不一定要在大型的活動上面才宣布升格 老闆運也是一個問題 這是從後到尾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 其實就是這種公演宣布升格也是一個蠻不錯的場合啊 因為畢竟公演都是自己的主演 講真的就是自己的主演 其實happy也是不錯的畫面 應該是沒錢嗎 我不知道 運氣嘛 我覺得真的很看重運氣 音樂請下 要嗎 音樂請下 我們要來聽我們的機會的順序 我真的要在直播台播這首歌嗎 超好笑 就是 我認為 播這首歌講這個真的超好笑 我認為 大家都有資格升格 就是 一個運氣的問題 有時候就真的就是那個機運沒到 就是剛好沒有大型活動 然後那個時候不知道可能 因為就是很堅持一定要在大型活動公布升格 所以 他們就是這樣錯過 就是很 唉不知道說什麼 一家要在他的台宣布升格 像馬國座商量去他的直播間是不是 就是 大家都拍文 大家都拍文 啦 究竟又可以代表什麼 即使昨天雖然說 你比他們一排追求 或許轉瞬間鋒 忽然變奏 讓心事完全不同 是不是自己還不夠 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就這麼覺得啊 就是 就是 你如果把一個女生用出了 然後跟他說 機會的順序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沒有 沒有 沒有瞳孔的行為 懂嗎就是 沒有瞳孔的一個行為 這個機會沒有順序 可是我覺得就是 但是大家真的都很努力啊 就是 我們來看看就是 如果 12月 或是1月 或是 前秋樂的機會 所以大家也不要跟韓然說什麼 喔 下次一定會是你機會社區長 我知道大家就只要安慰他說 你值得就好 欸 沒事 還是長光其實也 沒事 給我三 真的是少演自己耶 我覺得就是讓大家一個 Happy Ending 有什麼不好的 不然就是 如果真的不講聲 Daisy也承認 那其實我們可以在第一組啊 就是我們表演的時候 還不會知道 欸不會知道有升格耶這樣 然後就是至少在舞台上 就是可以 開開心心到最後 可能就是回家以後會發現 欸 怎麼隔天兩組都升格人了 這還蠻好笑的 嗯 交給成員也是一種好方法 還一定會升啊 還有這樣安排的問題 沒有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對啊這樣子安排到底要成員是怎樣 就是 欸就是 你知道才應該小年孩心靈創傷了 下一次也是最後一組 不好意思啊 還是他這樣 他是要這樣玩 就是下一次兩組都沒有人升格 然後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這次一定也沒有升格 然後就這時候再突然升喊 這樣子 好鬧 好 反轉劇本 戲劇新安排 我是神吧 想出這種神劇本 我明天馬上投稿 越期待越傷害 好吧這倒是 謝謝博導 這樣會被罐罐門揍啊 我願意在場用讀這一切 欸 沒了怎麼可以 關掉 繼續放我的 輕鬆音樂 唉 講那麼多話 謝謝口感舌燥 大家自己現在在幹嘛 看一下大家今天發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熊寶 給大家看一下熊寶 確實在講那麼多話還是不簡單 你們發現我已經快沒到聲音了嗎 我剛才突然發現我快沒聲音了 等一下 我會想知道我會在行動 好嗎 我會不會拍照 我會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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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拍照 我會拍照 我會拍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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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而且游你游我 喝不到水 我去裝個水都會想 我的水桶 欸那我都 買了一桶這個 然後在家裡裝這個 我不用走開不要參與它 不要偷喝 都起來了 再一個抱一下 大口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熊熊 偷水磨啊 對 哪要還一點無奈還會舔我是不是 是不是 還好有你陪我 好去上面休息 啊這幾天伴隨我的唯一生命題 這一週就是體驗熊熊的生活 開拍直播還沒出來嗎 我不是寫上去了 我自己覺得 很多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不能說 所以只能靠大家自己去發現 Just like that 講完了 大家受傷 不要受傷 我們聊些 自己當偵探 自己放大鏡拿好 那世界沒有這麼善良的 謝謝波喜的高白氣球 那我的 我很幸運就是有一群善良的盆盆 跟一群善良的好主人 但日本有的好主人 從一群善良的交配 而且我好像也放一群善良的 這個是一個大家務所 在每一群善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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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嗯 今天都沒有什麼蜜我 真討厭 今天是你們畢業樓的幻想 欸 Hoin竟然是為了你們兩個結婚 不是為了我來 鋼鐵直男無法接受 Shoro CP今天合照還挺會比我還行 好閃 太閃了吧 我倆要開特效 Shoro CP 3月應該會過來 3月 握手會嗎 如果公演可以順便來看看 我今天快賽還是兩條先 給大家看一下 很深的兩條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C那條幾乎看不太到 只有T那條跑出來 這樣子快賽是有用的嗎 到聲音開始快不行了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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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是看這一邊 這個不是 這個 COVID-19 真的是很無欲 該休息的伯寶 好吧 那我先念榜 我本來還想繼續聊著說 太無聊了 很想繼續跟大家聊天 比較好玩 讓我感受活人 拜託 第十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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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名謝謝光泰 第八名謝謝柏肉飯 第七名謝謝中瑩 第六名謝謝CKUMK 第五名謝謝波喜 第四名謝謝王波羅 第三名謝謝瑞森 第二名謝謝後瑋瑩 第一名謝謝 謝謝阿珍 哭啊 喔很想繼續播欸 好啦我這樣無聊日就都有可能加播 所以大家就是都可以盡量早點回家 晚安 大家也要好好休息 我們下一次直播見 下一次就直播見啦 謝謝大家 太發呆呆了嗎 加捏 我就休息好了 掰掰 帶熊貓們謝謝 掰掰